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石头 7月30号 真假习近平 真假习近平昨天就告了一个段落 基本告了一段落 因为习近平昨天一天挺忙 先见了这个东帝文的总统 举行了国会仪式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还有国业 这个不知道 但是欢迎仪式跟会谈都进行了 通常应该会有国业 就是习近平要 人家是国家元首正式访问 是习近平邀请的 然后这是昨天的上午 那昨天下午 他又在调一台 见了意大利的总理 那意大利总理呢 是他上任以来首次来访问的 而意大利呢 本身的总理呢 是保守派 就是美国在G7当中最保守的一个新总理 他态度挺厉害 人们通常说美女总理 所以就显得比较特别 那他见意大利呢 是希望在欧盟打出一个缺口来 因为这个意大利总理上台之后不久 就废除了 暂停废除了跟中共国的一带一路 而在之前 在G7当中 唯一跟中共国签署一带一路的也是意大利 所以就意大利就显得比较特别 而习近平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就在调一台见了意大利总理 和跟他还聊聊天 在这个意大利在调一台里还溜了弯 所以这就非常 等到晚生的时候 相应的一些视频跟新闻就出来了 然后在舆论当中 就围绕着习近平中风和真假习近平 就基本上告了一个段落 这个告段落出现一个特征 几乎在正规媒体工作过的 就是自以为真正的媒体人 专业媒体人 专业媒体人 是在大报社在胆工作过 然后是新闻学院学出来的学生 whatever 就是这么来的 咱们都是半路出家的 所以自以为很专业正统的 媒体人几乎都接受了习近平自我批谣的做法 所以认为习近平没有事情 也没有中风 也没有被人 也没有被这个绑架 也没有出一个替身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切明 一切安好 那就像他正常的运作 这个如鱼夺水是一般 就这么个说法 但是我们跟大家引用过 这个汉米尔顿帕克的预言 汉米尔顿帕克的预言呢 他的预言比较成功的一点 就是他提到了这个拜登出状况 那我们知道 那是什么时候提的呢 2023年11月4号 2023年11月4号 所以他成功的预言了拜登出状况 然后他就预言了这个 我们现在看到的习近平 在他的预言当中呢 就讲得很特别 我个人觉得很有趣 他不是任何推断 他看到了 他就说他看到了一种黑云 而他对中共 就是中国人会反对中共以革命的方式呢 他从2022年就预言就出来了 他认为2023年可能会发生 结果实际没有发生 所以然后他说就往后延 延续到2024年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他看到了一个很黑的很黑的云 笼罩在与习近平相关的内容上 所以他就认为习近平一定身体出状况 几乎他们是这么说的 就是围绕着谁身上出现了黑色的云 他们往往都讲身体出状况 在不同的预言者身上 包括对于川普枪杀 有关拜登的身体状况 包括甚至退险 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 真的 他是这么一个表述 在这么一个表述的背景之下 我们看到走到了今天 那习近平的故事的本身 就是哈密尔珍·帕克说 在他被笼罩的黑云之下 他看到了他身体有病 而且这个病呢 延续时间蛮长的 但是呢 被成功地掩盖了 有朋友看过习近平有时候走到卡普腿 对不对 你会感觉他走路很困难 走到卡普腿呢 我个人的经验就是直肠出问题 你看呢 有些人直肠做了手术了 得了直肠癌呀 就从下身那儿做手术的 那些人 他俩腿合不上 他疼 他就卡普腿走路 但有关习近平相关的内容 没有任何人说是不是直肠出本 没有 但他的走路方式是这样 是这样 所以哈密尔珍·帕克就预言说 习近平应该爆发了 在一个某个场合中 公共的场合中爆发了 但是被他身边的官僚成功地给掩盖 这几乎是他预言的全化 那围绕着15号 在习近平三中全会发完言之后 然后三中全会的虎头蛇尾 然后就围绕习近平中风了 什么张口侠又如何如何 就一下传闻就全出来 就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 等到了20号 7月20号这天 习近平又去了这个越南大使馆 结果呢 去了越南大使馆 是在王毅跟蔡奇的陪同下去的 那结果就出了故事 很多人就质疑那是个假的 那是替身 那不是真的习近平 然后就销声灭进 然后就在媒体上全都没了 就是这个人民日报什么头版 全都没了习近平 一直到昨天 那今天呢 人民日报头版都是习近平 都是 这是肯定的 因为昨天见人了嘛 那一直到昨天 所以人们就很多人 专业的媒体人就说 习近平没事 你们就胡说 瞎穿谣言 那坚持的人呢 就不认为说 因为他认为这是假习近平 那在我眼睛里看呢 我到底有几个习近平 有点发晕了 所以这就是今天 出现的故事的一个场面 那我给我的体会蛮深刻的 接受习近平自我批谣的人 都是专业记者 而专业记者所强调的 就是证据 他露面了 而这些专业记者 都忽视了一些很细节 而且这场争论蛮冲突的 有些人其实很有名 在推特上 在YouTube上很有名 平常很和睦的 但是涉及到这问题的时候 火药味很冲 就是他没有骂人 他不骂人 但是他用词啊 口吻非常冲 跟以往的他不是不一样的 有点挺邪门的 所以就是那些人就是垃圾 你们就在穿摇 他基本上就这个 那这个呢 跟他以往风格又不同 而他列举的所有内容 都是按照中央电视台 拿出来的 习近平露面的内容去陈述的 那那些怀疑他的 你比如说张又霞 是不是获得兵权了 其实我个人也持怀疑态度 因为他根本没有兵权 对吧 这个这个 你说张又霞政变 我都觉得可能性不大 军委主席政变不了 真正政变的是身边的 当时汪东兴政变 抓死人帮是这个 他是 他是这个中南海警卫局的局长 是身边的人抓的 不是38军抓的 不是 不是野战军抓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比较疑惑的说法 那习近平是不是真人真的中风了 躺在301医院了 这个我就不敢确定了 报不起的事 说句实在话 报不起的事 那中兴的一个证据是什么呢 蔡奇不见了 蔡奇不见了 蔡奇等到昨天都没有露面 而蔡奇是真真正正的习近平身边的人 那是保护习近平的人 习近平的身家性命都交在了蔡奇手里面 所以身边有蔡奇的就是真习近平 那你说这是不是就是真的 我不知道 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敢说 这是越南大使馆 7月20号习近平在蔡奇跟王毅的陪同下 去了越南大使馆 这是真的 但很多人质疑那不是真的习近平 这是没错 那我们就 那蔡奇昨天见东地温总统 和见这个意大利总理 蔡奇都没露面 露面的只有王毅 而王毅的露面没有任何正面照 没有 以往都是有正面照 另外呢 习近平在我跟昨天节目中说了吧 他桌子面那个水杯没了 有蔡奇有水杯 这是习近平个人的安危 所以在昨天露面的两个习近平 身边都没有蔡奇 身边都没有习近平 而媒体的宣传全都消失了 这些东西在专业媒体人的讨论中都不存在 所以很大的分歧是在这 我就跟大家介绍这个整个背景 所以你到底说有几个习近平 我跟大家分享我们再从头看哈 这是原版的我们只能叫原版的习近平 7月15号出现在三中全会的开幕式上 他做了报告 传言是说做完这个报告 他一离开那台阶就摔倒了 就中风了 所以这是中风前半个小时的照片 半个小时的照片 就这意思 下一张照片 这是7月20号 7月20号 在蔡奇的陪同下 跟王毅的陪同下 到越南大使馆 去参观 去调炼越共总书记 死亡了 很多人认为这个就不是真的了 大家可以对比 我刚才跟大家看那个了 我们你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是开会的时候 五天前 正经八百作用标准 这个就是五天之后 那有很多人是从相貌上 从照片上 从他走路上拿的 我跟大家用的这张照片 这是来自于越南政府的照片 上路写越南人民网报 这是第三个 昨天上午 在中南海 在人大会堂 见面东帝文总统的照片 这张照片 跟前头那两个 你说有没有差距 大家自己做定端 这是昨天下午 在这个雕台 建意大利的总理 就这么四张照片 这四个人是不是一个人 那咱坦白说 这张照片跟建东帝文那张照片 差距蛮大的 说人会不会很相像 涛哥这么给你解释 涛哥就知道 就现在我都知道 某两三个人 非常像 就我身边的人 我自己知道谁是谁 非常像 像到什么程度呢 像到稍微远一点的话 他的形体动作 他的模样 稍微远一点的话 一般的人 即使跟 跟其中一个人 只要待过一段时间 都会相互混淆 就像到这份儿 他的容貌 他的姿态 他讲话的方式 这个举手投足 什么都一样 我更见过人 甚至他连签字都一样 因为在有关意大利 这个问题上 对不起 在有关习近平去越南领事馆 后来他留言了吗 他写字了吗 有人说习近平签字那个 跟他原来签字那不是一个人 其实不是这样 有些人 两个人 表面上不大嘎的 但他写字可以写的一模一样 这个 这个 涛哥用人格保称 一模一样 我见过 所以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东西 所有讨论这些东西的事 人们都站在一种技术的角度 他练出来的什么遮难 人们站在技术角度 涛哥想跟朋友分析 是站在生命的角度 像习近平这样的人 他是有生命来处的 甭管是善是恶 他有生命来处的 当他有着生命来处的时候 有时候有些事情就超过了今天科学能够解释的东西 是无从任何解释的 无从任何解释 所以我刚才讲了 言谈举止这些都完全一样 连签字都一样 今天 涛哥自己就知道谁是谁 所以当朋友们去讨论这些东西像不像的时候 他不是任何问题 那凡是这些人们对独裁者都是这么描绘说 他一定有提升 都是从一种阴谋论的角度 那而涛哥跟朋友讲说 那是真真切切的不是什么阴谋论 是有这种可能的 但他用不用可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这是两回事的 这是跟人的道德有关 而出现这种现象 是跟这人的生命来游有关 跟我们现在大的环境有关 这是我想跟朋友完美的一个解答 所以这是我们在真假习近平问题上 我们能够看到 就涛哥能够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 也变相从另外一个角度 其实回答了朋友们 有些专业的朋友们的说法 那我个人觉得太浅薄了 太专业就太窄了 他没有一种声明的认识 甚至上了共产党当 那些很多人都是反共的 但我觉得上了共产党当 因为真假远远不是 所谓凭证据而来的 这个习近平就是卡布腿 他走路有问题 这是在钓鱼台 在钓鱼台 见了这个意大利总理 很显然谈判之后 出来遛弯就这么回事 所以我提出的疑问就是说 你为什么出来遛弯可以 却见东帝文总统的时候 却在屋里面进行的 遗仗队的仪式 那是屋里面 而这两个人不是一样的 习近平的下午去见人的时候 换了衣服 换了领带 换了西服 跟上面那不是一个人 人说 有朋友留言说 老大挺忙 还紧着换衣服 这是在屋里进行东帝文的 欢迎仪式 在人大会堂 所以这是很矛盾的东西 我跟大家展现就是 这些东西 在那些认为习近平是如何如何的人 当中 是不接受的 这不是这个 这是 这个我跟朋友分享什么 这是见东帝文总统 水杯 它跟现场所有人用的等同的瓶装水跟水杯 完全一样 习近平从来都是自带饮水工具 从来都是 这就我跟朋友解释 蔡奇消失了 习近平水杯消失了 为什么 而这两样是可以要习近平的命 习近平四五月份去法国访问的时候 都是带着自己的水杯 他可能随身没有带着 结果他拿了一个黑的盖杯 那个在媒体上讨论很多 所以这是我想跟朋友们做出解答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